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盖水的 用盖水烫一下就可以了 像这样烫几分钟就可以了 烫到它那个皮正常黄色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烫呢 因为烫过以后它比较方便晒干 而且可以杀掉那些细菌 好了 现在可以烙起来了 你看这个烫的也转黄色了 烫到家里来 客人的侠口 上次呢 放在太阳底上 大概晒一个星期左右 就可以吃了 其实呢 这个栗子干呢 也有另外一种办法 就是用火烤 烤的话就不用 就不用这个开水烫 直接烤就可以了 但是呢我个人呢 还是愿意呢 晒的口感比烤的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小爸妈 喜欢吃栗子干吗 可以跟着我的办法做 下雨了 先把这个栗子干收回去 哎呀 看 现在晒成这个样 这个还没晒好 像这个呢 揍回来了 就差不多了 但是现在这个的话 还要 多晒两天 看 尝一个 好吃 好看 吃 好看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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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